总的来说,卫生素E真是个好东西,对人体有太多太多的好处,但要注意的是尽管有这么多好处,但也不能过量的补充。 今天就来谈谈关于卫生素E女巴以及痘印的那些事儿,对于痘印只要不断的补充卫生素E是可以达到影响的效果的。 很多人可能会知道卫生素E相比较来说是容易被皮肤吸收,能够更好地促进皮肤各方面的新陈代谢,通过抑防止色素的沉积来进行提前预防老年巴,但是涂抹卫生素E去除痘印时,一定要防止过敏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过敏人,然后一般的卫生素E制品,很难达到足够高的程度,因此卫生素E本身或是其他杂质, 都有引起皮肤过敏的可能。 所以,对于过敏体质的人士而言,建议涂抹卫生素E之前,可先在耳后涂抹,确保没有过敏反应,才可以继续使用。 接下来为大家讲述其中使用卫生素E去痘印时,需要注意的一些步骤,首先还是要对脸部进行彻底的清洁工作,细去灰尘和游垢,这一步虽然会很基础,但最后面几步致气决定性作用。 大家可以把卫生素E软胶囊刺破,然后把里面的液体挡在手掌心,自己看浓度怎么样,觉得浓了的话,可以试着加一些水,当然也可以不加。 再拒绝地涂抹在脸上,用手掌心按摩十多分钟你值得吸收,有时间的话可多弄几次。 护者睡觉前涂在脸上,第二天清晨洗去也是允许的。 最后,当然是做好一系列护肤工作,对于去痘也会有一些方法,步骤,两种有不同之处,但也存在相同的地方。 维生素E软胶是有一定的原理移植的。 其一,维生素E内部容易发生散化还原,来抑制相关为活性,从而检视黑色素的机能来以此淡化斑。 其二,维生素可以扩展血管,改善血液循环,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来淡化斑。 其三,维生素E本身就具有延缓衰老,美白抗皱的功效,怎么做才能导达到更高的功效呢? 接下来也给大家介绍三个方法。 第一,大家可以直接口服维生素E,比如去药店买胶囊,或者多吃一些怕维生素E多的蔬菜水果。 第二,大家可以去牛奶适量,锋腻一勺,维生素E胶囊两粒混云,倒在面膜纸上,然后去敷,这个可以天天敷,坚持下来会发现自己直到斑蛋化了,也白了不少。 第三,大家应该要每天都保持乐观的积极心态,如果做不到天天开心,但也不要使自己长期处于悲伤灰暗的情绪中,还有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好好休息。 实话说使用任何一种方法的效果,都不如好好睡个觉来个快。 谈了这么多,相信大家都已经有所了解了,对于心中一些迷惑的问题,也有一些答案了。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,可以去咨询专业的医生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